一群 为了活命他们只能选择跳入海里 弃船逃生 就在刚刚在危险海域 寻找遗失宝物三叉戟的梅拉与海人遭到的神秘海怪的陷阱 为了摆脱可怕的海怪 他们手持照明弹走出船舱 海怪因为害怕光亮不敢靠近 为了活命 他们毅然决然地跳入海中 海怪依旧紧追不舍 然而从上帝视角看去 长千上乱的海怪正潜伏在渔船下面 海怪一窝蜂地向他们聚集 密密麻麻的海怪让人不含而立 然而这些可怕的海怪 曾经也是亚特兰蒂斯王国的七大族之一 自从亚特兰蒂斯沉入海底后 他们就退化成了可怕的海怪 他们一直紧追两人来到深海底部 因为害怕亮光始终不敢靠近 然而没过多久 两人手上的照明弹 就被四面八方冲过来的海怪撞袭 这下彻底完了 好在两人发现了不远处的洞存 刺眼的蓝光将海怪拦在了外面 两人穿过缝隙 发现眼前闪着蓝光的竟是一个传送门 为了摆脱海沟族的追击 他们只能选择跳入闪电传送门 经过一阵火花带闪电 两人很快就被传送到了一片新的海域 梅拉公主不幸在刚刚的撞击中 晕了过去 就在这时 一只庞然大物从黑暗中冲了过来 张开血盆大口准备吃掉梅拉 突然 一个神秘人救下了梅拉 身穿海怪盔甲的人将她拖到了岸上 海王也在这时浮出了水泥 不停呼喊梅拉 抬头一看 发现这里竟生存着许多史前艺人 他们阴差阳错地来到了地心藏海 神秘人当着梅拉公主的面摘下了海怪头盔 姗姗来迟的海王也看清了眼前的这个女人 正是她消失三十多年的母亲亚特兰蒂斯女王 女人也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的海王 是自己与凡人所生的 原来女王自从被奥瓦克斯国王发现 她与凡人的事情之后 便将她献祭给了海购族的海购 女王杀出来一条血路活了下来 但是想要离开这里 就必须拿到三叉戟才能再次打开传送门 而遗失的三叉戟就在瀑布后面 当年愧疚的老伯王手持三叉戟 在自我放逐中再次度过了余生 然而想要拿到三叉戟并没有想象中容易 黑暗中一只可怕的海怪卡拉森 一直在守护三叉戟 一千多年来 无数的勇士前来挑战 想要取走三叉戟 都全部葬送在这里 更别说混血人海王 海王几次尝试都被卡拉森击退 就在愤怒的卡拉森准备解决海王之事 海王利用他可以跟海洋生物沟通的名利 复制了他 卡拉森为之一阵 因为上千年来 只有老伯王可以跟他交谈 显然海王继承了老伯王的能力 卡拉森无奈只能放过他 现在只剩最后一个考验 只有被老伯王认可的人 才可以拿走他手中的三叉戟 只见海王缓缓走上前 顺利从老伯王手里取出三叉戟 显然他成为了下一个真正能统一海洋 七毒的伯王